教人在台下是怎麼樣的 也會像你就是這樣 你會是嗎 一樣 就是一模一樣 他都會處於在同一個狀態 他一直都這樣 他都這樣 就叫看到誰就叫哥 看到誰就叫姐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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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姐你們好像剛才 哥 蕭哥 我好像叫他太多的不同的名字 蕭哥又叫 騰哥又叫 然後蕭哥又叫 反正 哥只有一個嘛 也很搞笑 很搞笑 但今天有一個媒體說 佳爾是在我們 這就是原創裡面的擔當 是搞笑擔當 那時候我聽了 我就有點不滿 我覺得佳爾 如果作為一個搞笑擔當 對他來講真的是太貶低他了 因為他確實還 他還在 在他的專業裡面 還是 很有地位的 他在音樂上的成就也 也非常高 他也能夠給很多的 學員 在現在新的音樂 音樂市場的 新的 創兒裡面 都可以給他們有 很好的舞台的經驗 還有創作的靈感跟理念